自己来做他光荣的毕业旅行以后 留下这东西让台湾的老百姓来善后 他塑造了一个全世界抗中第一女强人 来拜访全世界第二抗中女强人 林进党每一次选举 只要情况不妙 他就会有一些抗中人一起动 他就找到一个舞台 这个舞台就是台湾 是美国的培洛西来挑衅啊 并不是冲口他路去挑衅啊 让两岸见八路张 那他每次做脱委做流氓 都说自己是很正义的 美国国会议长 陛洛西他到台湾来访问 然后挑动了两岸的一个最紧张的情况 应该讲1996年 那时候因为李登辉去康乃尔 大学访问尤其演讲 然后造成两岸的蓬勃不断 然后此后最大的一波两岸的紧张情况 台湾这边的媒体通常用四个字来形容 叫做冰凶战围 那冰凶战围其实还没有像这一回的这么紧张 譬如说到我这个节目播出来的时候 他的金氏演习都还在进行啊 但是很多人讲 那陛洛西自己来做他光荣的毕业理性以后 留下这东西让台湾的老百姓来善后 那到底台湾能得到什么 各位朋友 台湾没有得到什么 损失不少 可是民进党获得好处啊 民进党是这一次里面 他在选举里面获得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塑造了一个全世界抗中第一女强人 佩洛西来拜访全世界第二抗中女强人蔡英文 那他们的主头就是抗中 民进党每一次选举只要情况不妙 他就会有一些抗中的激动了 那这一次的激动特别明显 因为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 是由台湾驻美国代表处记邀请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天 包括《人民日报》好多报纸都在讲 萧美琴为什么做了这个事情呢 那这个事情 包括美国政府都觉得很恼怒啊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了吧 美国也要出动很多人来陪佩洛西演这场秀 那佩洛西他是一个共和党的国会议长 他们代表的是众议院 很多朋友对美国众议院跟参议院 可能不是很熟悉啊 今年11月众议院435期要改选 那佩洛西因为现在他是民主党 佩洛西是民主党 那共和党是川普这边 所以他过去跟川普打对台 很多人觉得说他很了不起 那现在呢 他等于说表现出他来台湾是缓中 那这个大家也觉得说他很敢 没有 其实没有很敢 他的回去从马来西亚回到台湾 因为他知道中共根本不会打他 他是很安全的 他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在来表演 所以这个人是最佳女主角 那大家记得吧 午夜的时候佩洛西也到过乌克兰 他怎么去乌克兰呢 因为我们知道俄乌战争 从2月24号开始打的时候 有很多国家的领袖 总统或者总理到现场 或者首相 那佩洛西本来4月要到台湾 后来他说他确诊他不能来 结果没有几天他就跑去乌克兰 他进乌克兰是从哪里进去的 就从波兰 波兰在坐火车坐8个多钟头 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然后他就在那边讲一些话 世界上媒体没有报道很大 为什么 因为跟各国的首相、总统、领袖比起来 你是小咖 你是小咖到什么地方 因为你只是一个国会议长 你在美国是排名第三嘛 那你排名第三 人家都是各国排名第一的 那你怎么跟人家比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就很失望 后来他就找到一个舞台 这个舞台就是台湾 台湾相行比较安全 那他波兰到基辅 培洛西为什么不敢坐飞机去 他为什么要坐火车去 坐了8个多钟头 因为他坐飞机 俄国人会打 俄国人会打 他就不敢 所以他一点也不勇敢 那他从马来西亚 坐飞机到台湾 他知道 中共不会打 所以他就表现说 我很勇敢 我冒着生命危险 那台湾有一些独派的媒体 就写说他冒着死亡的威胁到台湾 好好笑喔 谁威胁他要杀他 他有什么死亡威胁 他知道自己是很安全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会演戏的一个演员 那他留下来的这些过程 其实大家都非常清楚 现在留给台湾蛮多的难题 可是对民进党的险情来讲是好的 因为中国大陆会有非常多的动作 那这动作就很多人认为说 怎么可以对台湾不友善 美国在8月5号 他讲了一句话 美国的白宫发言人 他说美国谴责中国大陆 现在做的经验 那美国也不接受新现状 美国在中国大陆门口做经验 做了两年多 他自己不谴责自己 中国大陆门口在哪里 南海 这边没有美国的一块土地 美国可以用了两个航母 数百架飞机在这里做经验 甚至 最近他还找26个亚洲的国家 在这里做环太平洋经验 美国人自己到别人家的门口去做经验都可以 然后现在中国大陆说 我在我自家门口做经验 美国不是承认益中吗 益中代表什么 代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那我在我的自己土地这里做演习 为什么不可以 你美国来做演习就可以 那你这叫 你要谴责我什么 那再接着呢 那再接着呢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新现状 这新现状 新现状是你美国做成的 不是我做成的啊 各位我不是说 替哪边讲好话或讲坏话 我讲一个实际情况啊 现在的情状是怎么样 是美国的佩洛西来挑衅啊 并不是中国大陆去挑衅啊 中国大陆一路就是被动啊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 所以美国现在讲这东西 他其实是自己有些心虚啊 那我们知道啊 美国啊 他现在遇到40年来最严重的痛厚膨胀 使得民主党的嫌疾非常的不利啊 那我们知道其中嫌疾 也快到了 拜登的民调只有33 那可想而知啊 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嫌疾 绝对不会过半 如果他不过半的话 裴洛西就没有议长可以当了 所以他其实是准备要卸任的 他自己也薪资肚赢 那当这种情况 准备要来到的时候 裴洛西就应用自己还有 国会议长这个头衔啊 赶快到各国去 去日本去韩国去马来西亚 表示我是美国第三号人物 其实他这个第三号人物 剩不到100天任期 马上就要卸任了 卸任了就没有什么作用了 没有人理他了 所以要趁着还有这个名头的时候 他赶快出来 四处招摇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他是最佳女主角 这个人没有到好来义屋发展 其实是蛮可惜的 那他来这边表演 他让两岸剑拔炉 美国说不接受新现状 那这个新现状是你美国造成的 你要怪别人怎么样呢 美国有时候 因为他过去 因为他武力很强大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流亡 最大的土匪 那他每次做土匪做流亡都说自己是很正义的 美国一点都不正义啊 各位听我上个礼拜在讲 亚商杰的事件 危机解密的危机 亚商杰被美国人跟英国人怎么迫害 亚商杰只是讲出了美国人自己在搞什么事情 他是一个 危机解密就是一个新闻自由 把这些东西曝光了 然后美国人路不可遏 你怎么可以 拆通我是一个围巾子的真面目 我要杀你 我要把你关中生 然后跟英国人配合 再配合瑞典 瑞典也是一个肮脏的国家 每天在讲 哇他们是 多么进步 多么前民主 多么人前 没有 瑞典通去亚商杰 然后英国把他抓起来 然后英国的首相 的内相 就是他的内政部长 批准 让亚商杰把他引渡到美国 各位 这些肮脏的首 你透过我在讲 因为全世界也没有多少媒体在报道 现在 全世界十大媒体 不是英国就是美国这些国家在掌控 那他们对于这种丑陋的事情都不太报道 那我会讲 因为我都用比较的 那当你把这些事情把它摊开的话 就发现美国真是土匪 就是一个流氓 那他现在把事情 弄成现在的情况 他就说我不接受这个新现状 这个新现状是什么 是中国大陆 在今年 在今年 围着台湾在今年 那 其实大家也很清楚 为什么是围着台湾 因为裴洛西是台湾的消灭群 去邀请来的 那台湾就 他们明亮就表演 装作无辜 那裴洛西 在消灭群邀请他本来一夜要来 后来他就改成事业 事业没想到他说他确诊 确诊没几天他就跑去乌克兰 7月20号他打电话给台湾駐美国的代表消灭群 他说那我已经决定了 我8月3号要去台湾 结果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在放风车要去台湾了 美国政府很紧张 他认为说这时候 中国大陆一定会有很多动作 所以就派很多人去欠裴洛西 裴洛西拒绝 你们这些小咖的不要来找我 除非拜登来找我 可是 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拜登 拜登刚好确诊 所以拜登去跟习近平解释什么都没用 因为为什么拜登的确诊前一天 才跟习近平的通电话两个小时嘛 两个多小时 那那时候的默契 你这默契是你美国自己打破的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美国其实内心自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不安 那隔了两天他又出来谴责说 我们拒绝接收这种新现状 这新现状你造成的 美国你这条狗给我滚眼一点 你造成的新现状你说你不接受 那这个新现状 就是将来这种演习就会变为常态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美国又没办法插手 因为你不接受新现状又怎么样 你派你的金剑来跟他对戈 不敢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这种新现状造成奇异的一些演习 或者很多人解释说剑拔弩张 或者兵凶站围 那就是民进党跟美国造成的 你经常这晚上睡不着觉啦 你很想要睡的时候身心放松啦 就会很需要这一瓶喔 茶胺酸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 717 弱于帮你来打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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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